先登記吧 前立委蔡思應服務處主任 黎明志一早現身在民進黨金融市黨部 宣布登記參選下屆市黨部主委改選 黎明志秀出民進黨中申黨政 強調投入主委改選決心 希望能夠贏回金融人過去的光榮感 事實上心裡有蠻多想法的 第一個是在 牛昌市長跟蔡思應立委的任內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金融的發展 跟金融的光榮 因為這兩次的選舉有許多不利的因素 於是乎我們政黨的執政權 又重溫到國民黨的手上 我想這是很多金融黨員都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黎明志之前擔任過立法委員蔡思應服務處主任 以及立法委員陳超農國會辦公室主任 同時我也擔任過第18屆的市議員 那我想我應該有這樣的能量 能夠配合黨部相關的政策 然後支援我們所有各級民代表的需求 當他們最佳的後盾 那很感謝也很高興 用在這時間跳出來 為我們金融的民進黨市黨部提供一個最重要的服務 民進黨金融市黨部現任主委蘇仁和已經連任第二屆 依照黨章規定將進行改選 15號一早開放零表登記 在我們民進黨金融市黨部的立場 我們歡迎所有有志從政的黨員 有意願為公眾服務的黨員 一起來參與我們的黨職的改選 我們都熱烈的歡迎 那我們也期待我們的黨員 也能夠深入我們的社會 投入更多的公益活動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所有金融市民 可以更加認同我們民進黨 黎明智搶頭箱完成登記參選 先生市議員也特別到場表達支持和肯定 很高興能夠看到我的前輩 那也是我大哥黎明智 我們前議員能夠來登記我們金融市黨部的主委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重擔 也是個重任 因為他其實要瞻望我們2026的市長跟議員選舉 那所以其實對於金融市黨部來講 我相信以黎明智他的專業 以及他過去為我們金融市大大小小的戰役 可以說是無意不予 在各個選戰上面 他都有非常熟悉的操作的方式 那我相信以他的這個帶領 或者是進入金融市黨部 能夠為黨部帶來一番新氣象 也可以為我們金融市提供更全面的服務 黨部主委改選開放登記到4月19日截止 外傳有其他黨員有意角逐 市黨部強調只要是優秀黨員都樂觀其成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